在昏暗的灯光下 男人解开了腰间的皮带 逼近床脚的女孩 女孩双手紧紧握住小提琴 颤抖的声线 透露出害怕与惊慌 我为您弹奏一曲 小提琴吧 男人宁笑着 夺过小提琴 拨动了两下琴弦 突然脸色一变 将小提琴狠狠地 灌在地上 一脚把她踩得稀烂 不要啊 女孩崩溃得大汗 却阻止不了她 紧接着 男人狠狠地扇了女孩几巴掌 还将女孩死死压在身下 在女孩的哭叫声中 撕开她的衣服 女孩裸露的身体 傍露在空气中 她的眼神绝望而空洞 嘴巴里满是被打出的血 任由男人凌辱 却无能为力 此起彼伏的尖叫和哭喊声 在这座宅院里布局于耳 这里是日军的威安妇所 刚刚提到的女孩叫小妍 是个朝鲜女孩 和这座威安所里的 其他女人一样 是被日本军人 以爱国公会为借口 诱骗和吕掠来的女人 她们是新一批 进入这家威安所的威安妇 这批女人中 有朝鲜女人 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 她们茫然而害怕地 乘坐火车通往这个地狱 刚到威安所 女人们就被带到一个屋子里 她们轮流被绑在椅子上 朝着日本医生 张开双腿 检查是否有性病 没有隐私 没有尊严 像是一个个被检查 是否合格的货物 接着 女人们被集中到一个屋子里 日军让她们把衣服脱掉 喷洒着药水 预防传染病 像是给医头头牲口消毒 消毒结束后 女人们被分配到各自的房间 也就是接客的地方 小颜被分配到八号房 她就在这里 惨造了日本人的电污 一个又一个 她们嘴里说着 粗鄙不堪的话 对小颜尽情地发泄 她们的授欲 小颜被糟蹋着 她哭喊着妈妈 但是没有人来救她 直到她的下体 流出鲜血 她似一个残破不堪的娃娃 出了胸口微微的起伏 似乎已经死去 四日一早 在验子前 坐满了昨夜被日军们 折磨得伤痕累累的女人 女人们捂着肚子步履蹒跚 小心翼翼地坐下 小颜正在给妹妹小珍 踩拾着伤口 此时 经营着家威安所的 日本商人山田 拉响了恶魔的铃声 开始营业 日本军人排起场队 在前台领了号码牌后 在各个房间前的长椅上 等待着上一个军人的结束 作为少数日本 威安妇之一的公子 正给一个日本军人 情感上的抚慰 此时 一个男人的惨叫声响起 是来自中国南京的威安妇小丹 他咬了一个日本军人 并踹了他 山田急踪踪赶来 将殴打小丹过后 把他拖到所长屋里 所长把小丹困在椅子上 抬起小丹的脸 小丹的眼里闪烁着倔强 Teddy一口唾膜 吐到所长脸上 所长恼羞成怒 狠狠扇了小丹几巴掌 小丹的嘴角伸出鲜血 但他没有求饶 他狠狠地瞪着日本人 他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当初在前往威安所的洞车上 小丹一不愿 和践踏祖国的日本人讲话 和他们起过争执 在狠狠教训日本人后 被以多欺少的日本人 打得满脸伤痕 多不吭一声 威安所营业的钟声 日复一日地响起 这里的女人们 每天都要被至少 三十个日均凌辱 年纪十四岁的小丹也不例外 小丹埋在姐姐小丹的怀里 她瘦小的身躯 不断颤抖着 她哭喊着 姐姐我好害怕 紧接着 她突然笑了 姐姐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她边哭边笑着 大叔求你饶了我 小丹疯了 她对着空旷的夜色 独自哼着歌 这个疯掉的吃傻女孩 没有唤起日本人的同情 所长在确定小丹是针锋后 要把小丹送去日本731部队 做人体试验 第二天清晨 远前颈编的松树上 小丹用一根裙带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丹趴在小丹的尸体上崩溃大哭 妹妹小丹的逝世 日本人残暴的煎污 压垮了小丹的最后一根神经 她用树叶吹着悲伤地取掉 她拿着镜子 整理好自己的着装 自杀了 自杀并没有使小丹逃脱地狱 她被一个朝鲜学徒兵小丹救了 在小丹获救后 小丹特地来到了八号房 小丹正在整理床铺 看到有人来了 就自行走到床上躺下 而小丹并没有侵犯她 只是站在床边 和小丹说 生命是宝贵的 希望她能好好活下来 这救命之恩 牵拉的是越老的阴眼线 小丹来到八号房的次数 越来越多 她没有做余句的事 而是给小丹带来一簇紫色的小花 小丹也逐渐 为这个温柔的学徒兵着迷 金色的光 洒在紫色小花上 洒在她们鼻尖 对鼻尖的侧脸上 在这艰苦的日子中 日本女人公子 中国女人小丹 朝鲜女人小丹 互诉中场 她们相互倾诉了自己的理想 和被管来当位安抚之前的艰辛 在被凌辱的境遇下 女人们同命相怜的苦 使她们成为彼此的支撑 随着战时的紧急 小丹要上前线了 她来和小丹告别 并送给小丹 一个乌旺草的发夹 小西对小丹说 乌旺草的花语 是请不要忘记我 她希望小丹能记住她 她们稳在了一起 在床上缠绵着 做着最后的告别 此日 小西奔赴战场 事业 月光下 小西在伏击的草丛中 满领温柔地 给小丹写信 小丹坐在床边 紧转着乌旺我的发夹 深深思念着她 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小丹怀孕了 是小西的孩子 小丹决定 把孩子生下来 而这意味着 小丹在十个月内 不能接客 这在维利仕途的 山田眼里 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比割了她的肉还疼 这时 公司拿出自己 所有攒的票子 给山田 山田被迫同意了这事 八号房进入停业时期 转眼十个月就过去了 小丹顺利生下孩子 却没等了孩子的生负 小西的战友 给小丹带来了她的遗物 战友称 小西在临死前 仍旧心心念念着她 小丹抱着孩子 看着小西的遗物 泪如雨下 日子还得继续 小丹照酒皆可 眼神空洞地 躺在士兵身下 而身旁 是嚎啕大哭的孩子 因为孩子哭闹声 吵到了士兵们 害山田损失生意 山田和所长 合伙抱走了孩子 打算在村庄遗弃她 小丹去求山田和所长 要回孩子 却遭到他们的殴打 小丹崩溃大哭 最后是公子冒着危险 逃回了孩子 终于 小丹忍受不住了 她蒙生了逃跑的决心 并且打停好了附近的地形 小丹因为孩子的原因 无法和她一起 只能默默地为她祈祷 却在隔天 看到小丹被抓了回来 小丹被吊在所长屋子里 遭受着严刑拷打 小丹宁死不屈 辱骂着日本军人 辱骂着天皇 这彻底激怒了所长 她决定第二天将小丹处死 杀一敬拜 第二天一早 小丹被绑在院前 所有的为安妇站在屋前 害怕地抽起着 小丹慢慢转过头 泪水顺着她的眼眶流下 她盯着小严和公子 是嘱托 是痛恨 是遗憾 她转过头 看向天空 眼底一片四季 这个女人绝望地躺在地上 四肢被麻绳捆在木桩上 长官白旗处决手势 日本鬼子们纷纷举起了枪 他用中文大声宣告着 中国人民会站起来的 刀锋顺着她的胸口向下 手掌用刀狠狠地披入她的下体 血喷涌而出 见了这畜生一身 终于 非人道的日本败了 原子弹在日本领土炸开 所有日本士兵跪地常哭 有的还举起五十刀 剖腹自杀 相反 为安妇的院子里 都是女人们欢快地笑声 我们打赢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小妍开心地戴上那枚 雾旺草发夹 然而 这场押迫并没有因此终止 日本军人召集了所有的威安妇 把他们带到防空洞 一个个杀死 公子抱着孩子 找到防空洞时 只剩一具具尸体 公子找到小妍哭喊着 小妍临死前 把孩子托付给公子 并把雾旺草发夹交给她 几十年后 垂垂老矣的公子 在看到威安妇新闻后 戴上乌旺草发夹 告诉了小妍孩子 之前的真相 随后 他们前往韩国 威安所纪念馆 公子跪在纪念雕像前 为自己国家所做的事 趁毁道歉 声不逢持的他们 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所谓最后的威安妇 她成为了历史最壮的见证人 时间抚平不了伤疤 只能粉饰痛苦 当那层覆盖的薄雾 被风吹散 那鲜血淋漓的创口 依旧在撕扯着叫嚣着 这伤口 不是叫我们痛不欲生的 是叫我们记住过去的屈辱 当施暴者 再次举起他们罪恶之手时 我们能够举起武器 奋力反击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